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明尼锦召开了第二次记者会 在看这个内容之前 想要先说一下有关昨天的影片 因为有关法律的翻译不太好翻译 所以我会借助ChitGPT的力量 而昨天韩国媒体大部分都是使用 婆婆明尼锦送出了的 法院支持明尼锦 所以我也在封面和标题 影片开头都使用了法院力挺支持等词语 因为我的中文实力问题给大家造成困惑的部分 真的很抱歉 在意识到有问题后 马上按照大家给的建议修改了封面标题 通过留言也学到了 法院是公正的第三方 不可以有立场偏颇的词 再次向大家道歉 也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 首先前一天 法院接受了明尼锦的禁止行使表决权的假处分申请 从而保住了代表职位 然而该假处分申请仅适用于明尼锦 还不在临时股东大会上 更换了除明尼锦之外的董事会成员 所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明尼锦第二次记者会的重点部分 抬头明尼锦感谢了这一个月来相信自己的人 我要感谢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我从未见过面却一直支持我的人 在这种容易产生误解且情况复杂的时候 他们仍试图以冷静的视角看待问题并支持我 明尼锦强调说 事实上目前还有很多难关要克服 虽然我是海埔的子公司总裁 但我的首要身份是额多尔的代表理事 作为额多尔的代表理事 有时我的角色会与母公司的子公司总裁的角色产生利益冲突 所以当初被指控为额多尔的背信行为时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是对额多尔的背信呢 我的首要本分是履行额多尔代表理事的职责 请大家理解这是我的第一优先 听完我今天的话 大家会更容易理解 明尼锦接着表示 在人性伤害个人层面上 摆脱冤屈让我感到轻松不少 但为了女君子的未来活动 我希望能与海埔找到一个合适的妥协点 我常问自己这场纷争究竟是为了谁 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还要继续相互指责和非吧 这已经让人感到非常厌倦了 当记者问道 这是否是向海埔提出和解建议时 明尼锦回答说 是的 从我的立场来看 我并不是这场战斗的发起者对吧 而就法院认为 明尼锦的行为对海埔可能构成背叛 但对耳朵难以构成背信的行为 明尼锦与律师表示 如果仔细阅读判决书 会发现那些词汇 不是被用作重点表达 而是作为驳车对方主张 为了后续判决而使用的表述 背叛这个词意味着信任被破坏 但破坏信任并不是一方面的行为 而是双方的互动 这是一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 然而背叛与背信在法律和经营判断上 并没有太多因果关系 公司不是为了联谊而存在的组织 基因者应该用数字来证明自己 我在耳朵两年间取得的成就 相当于一些顶级男团在五年七年内的成就 而这是由一个女团达成的 对于这样一位取得如此成就的子公司总裁 使用背叛这个词实在让人感到困惑 无论多么努力 如果没有数字作为证明 作为基因者就应该接受批评 我认为应该从理性和冷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把情况说成是对自己有利的状况 都是刷嘴皮子 我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看到本质 我不是关心个人利益的人 我希望能够按照我和尼金斯一起制定的一年计划去实现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损害 如果想要持续发展额多 并让尼金斯继续活动 难道不应该进行协商吗 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会进行沟通 我的首要任务绝对是额多和尼金斯 额多和尼金斯的利益是最优先的 这最终也会对还不有利 在记者询问 临时股东大会是什么氛围时 明尼金回答 没有你们想的那种互相不打理 以后怎么办还是要看实际状况 就算我在这里说我会好好做的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吧 而对于被公开的 看似是在背后说尼金斯成员粗口的聊天记录 明尼金表示 解释这个需要很长时间 我根本不记得这些内容 有谁会记得三年前的Kakoto讯息呢 打开三年前的Kakoto来谈这些事情 说实话 看到那些内容 我自己都怀疑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 很多事我都记不清了 这根本不是争议点 是无价值的内容 看到这些内容 成员们也没有联系我 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受伤了 所以才联系我的 明尼金也补充了 在上一次记者会上提起成员的情况 那场记者会的情况 让我不得不提起这些事情 因为累积了很多事情 所以才会说出来 当时我处于一种精神不正常的状态 为了保护艺人 现在应该不再提起此事 即使后期也应该忍耐 我认为这是成年人对他们的保护 对于记者的提问 在这次争议中 其他爱豆团体也受到了伤害 您是否有什么想对 BTS 艾莉和里斯拉平说的话 对此明尼金回答 我认为女精神也受到了伤害 我觉得这件事 让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 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受伤害 我也是人 成员们也是人 所以每个人都有受伤的可能 其实记者们和所有人都应该明白 如果想避免对其他团体造成伤害 就应该停止这些提及 只要不说就可以了 继续挖出来谈论反而会造成伤害 如果真的为那些人着想 希望什么都不要提及 明尼金补充说 为了愈合伤口 需要达成妥协 通过对话 需要寻找解决这种情况的新方法 当被问到女精神成员的情绪时 明尼金回答 女精神成员们昨天都很激动 如果没有行程安排 我们可能都会见面 不过这个话题似乎不太重要 明尼金还提到了与成员家长之间的关系 昨天妈妈们也都哭了 妈妈们每天都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吃饭 担心我会做出极端选择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在娱乐圈里 很少有人像我和女精神成员的家长一样 关系这么亲密 从一开始 我就对家长们坦诚相待 经常进行两小时的电话交流 聊到一些稀小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可能不亲近 彼此的家庭状况也都了解 我不仅和成员们亲近 还和他们的弟弟姐姐和哥哥们都很熟 以上是这次记者会的重点部分 然后今天因为时间问题 还有我的状况问题 实在是无法整理留言了 因为一个月后就要回台湾了 之前住的家合约也到期 所以今天刚搬到Airbnb了 其实最近忙着搬家准备回台湾 精神一直不在状况 请大家谅解 所以如果今天的记者会 在影片中有没有提到的重点 也请求大家用留言补上 对于米尼锦第二次的记者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